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洛桑预防医学集团的蔡嘉诚 蔡医师 秋天又到了 我们该吃些什么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呢 就看今天的主题吧 在传统上认为秋天是属于养肺的好时间 那也是因为在秋天有许多的这个上呼吸道的病毒肆虐 大家可以观察到不管是流感啊 慢性的咳嗽啊 过敏啊 气喘啊 都特别容易在秋天发生 所以如果您是肺部容易会有慢性咳嗽 或者是肢气管比较不好的人 今天这个主题您一定要好好的学下来 那吃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滋养我们的肺部呢 在中医的观点来说我们可以多吃白色的东西 白色的东西白饭算吗 其实也算哦 不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更介绍的是 白木耳还有山药以及莲藕这三项食材 白木耳又称为银耳 它具有润肺滋阴的效果 那白木耳呢 它其实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别称把它称为是植物性的这个胶原蛋白 但其实它没有真的胶原蛋白的成分啦 因为胶原蛋白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动物身上才萃取得到的 但是呢 这不损害这个白木耳它的这个营养价值 因为啊白木耳它其实是一种真菌类 就是一种胸菇类 所以它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多糖体 这些多糖体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达到调节免疫功效的效果 同时它也有很多植物性的胶质 这些植物性的胶质呢 不但有助于我们的肠胃道的这个益生菌的健康 另外呢 它也能够去滋润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黏膜跟上皮 来达到减缓一些干壳啊 然后甚至于可以达到促进我们这个皮肤水润的效果 那白木耳我们一般最推荐大家的吃法呢 是把它加在水里面 然后加上一些莲子加上一些红枣直接炖成银耳红枣汤 那另外呢 也有些人会买新鲜的白木耳或是把干燥的白木耳 就是把它泡发了之后呢 直接加在青菜里面把它当做像炒菜的其中的一个食材 你知道有的人吃这个炒菜它会炒一些香菇啊等等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白木耳撕成小朵 加在你平常常吃的叶菜类里面一起下去拌炒 它也有很丰富的一个口感 跟可以就是帮助很多小朋友开胃 像我们家小朋友就很喜欢吃我炒菜里面添加的这个白木耳 再来要介绍的第二个食材是山药 山药呢它是属于根莖类的一种蔬菜 那它里面呢一个特色是它有丰富的这个胶质 而且有非常丰富的黏液 这些富含黏液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想象哦 它也是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黏膜有很好的修复的效果 同时山药里面呢它富含一些植物性的这种激素 所以它能够去帮助我们身体的皮肤啊 可以变得更水嫩啊 然后可以帮助女生爱美的女性呢 可以有更漂亮的这个肌肤 那山药呢因为它也含有丰富的这个纤维质 所以吃到肠胃到之后也帮助我们润肠 很多人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啊 因为外面的这个空气变得干燥 身体不自觉的这个水分散失也会增加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候增加多喝水的这个动作的话 很容易体内水分不足便秘的问题就会早上升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多吃像是山药这样的食材 就能够预防我们的便秘 然后也可以达到滋养我们的肠胃道跟呼吸道的黏膜 再来第三个要介绍的食材是莲藕 莲藕呢在中医又被称为菱根 那你知道它是一节一节 但是中间有中空的这个构造啊 它像一个水管一样的构造 以这个型就可以推支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功效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清除这些废物 帮助我们身体更加的通畅 那所以说呢它里面还有的丰富的纤维质 能够帮助去改善我们进入到秋冬的时候 有时候不小心吃的太油腻 大鱼大肉这些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废物 跟这些孤独油腻的湿器 它能够帮助我们把它清除掉 然后让我们的便秘啊 让我们的肠胃道可以更加的健康 另外呢它也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以及钙质 铁质 还有甲力质 大家都知道这些是对我们不管是血压 或者是对我们女生的贫血 或者是对我们平常的骨质疏松的预防 都有非常好的功效 所以很鼓励大家在这个季节 莲藕呢我们可以在超市可以买得到咯 我们可以就是把它切成小片 然后煮莲藕排骨汤 或者是呢有些人它直接把它蒸熟了 然后当做是一个菜肴里面 直接沾着我们说的一些和风酱汁 就是就可以直接这样吃 那你也可以把它炖煮之后 变得比较软烂 这样也很适合长辈来吃 那除了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的 这三样食材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很适合秋天吃的白色的食材 第一个就是可以想到那个四神汤 刚发现四神汤里面的东西都是白的 有没有 这个季节多吃点四神汤 对身体也很有帮助 还有像白萝卜 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个流化物 也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再来另外像是秋冬的这个水果 苹果啊 梨子啊 也都是对我们的呼吸道 然后对我们的免疫力 有很好的保健的效果 但是呢如果说您的体质 原本就是已经属于比较虚寒的体质 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些 比较帮助身体排泄啊 通畅的这些食材 您还是要适可而止 千万不要因为一身好你就吃的太多 有时候对身体反而会造成副作用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咯 大家赶快去菜市场走走看 有没有买到上面所说的这些 秋冬食谱的好食材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